欢迎大家来到琳达读书频道 今天这一期我们读的是上古文明的第四期 希腊文明 这一期的内容特别精彩 如果你听完这一期 你会觉得对希腊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因为在希腊文明中 有好多的文化和建筑都传承到了现在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读我们今天的希腊文明的内容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其辉煌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间 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在政治 哲学 艺术和军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成为古代世界的光辉之地 首先 我们先看雅典的繁荣 雅典的繁荣 它是通过民主政治与文学艺术来表现的 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颗明珠 其民主政治体制为后来的政治理念奠定了基础 在雅典民主中 公民有权利参与政治决策 通过投票来影响城邦的事务 这种政治体制为当时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 强调平等和公民参与 雅典的民主成为古代政治体制的杰出典范 为后来的政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公元前五世纪是雅典的黄金时代 也被称为希腊文明的巅峰时期 在这个时期 雅典经历了独特的文化繁荣 成为艺术、文学和哲学的中心 这个时期见证了许多杰出人物的涌现 为后来的西方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哲学领域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黄金时代的杰出代表 苏格拉底以其提问式的探讨方式和对道德哲学的深入思考而闻名 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了他的思想 建立了柏拉图学院 强调理念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则是柏拉图学派的学生 他对逻辑、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研究 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 黄金时代的雅典也是创造力的焕发之地 戏剧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巅峰 三大悲剧作家 埃斯库罗斯、索福克罗斯和欧里·毕德斯的作品影响深远 雕塑和建筑也在雅典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其中帕德农神庙和雅典未成就是当时的杰出代表 展现了古希腊建筑的精湛工艺 雅典的繁荣时期不仅为希腊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也为后来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这段时期杰出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亮点 对今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 雅典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民主政治体制上 还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全面繁荣中 这段历史时期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也为我们对自由、平等和创造力的理解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斯巴达 古希腊文明中的另一个显赫的城邦 斯巴达 它以强大的军事传统而文明于世 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注重军事、纪律和集体精神 这使得它成为古代希腊战争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斯巴达是希腊文明中最为著名的军事城邦之一 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核心是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 在斯巴达 军队不仅仅是国家的防卫者 更是整个社会的核心 这种强调军事的文化传统 是由于斯巴达一直处于战乱不断的环境中 对其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斯巴达的社会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其中公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而每个公民的主要责任是为国家服务 服从集体 新生儿就会接受身体检查 不健康或者体格不良的婴儿可能被遗弃 这优胜劣汰从新生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以确保只有强健的后代参与军事训练 这种对身体素质的极致追求 体现了斯巴达智慧对战争的高度重视 斯巴达的军事训练开始得非常早 南韩在七岁左右就被送往军事学校 接受军事和道德的培训 他们的生活被规范的严密 接受的训练强度极大 目的是培养出一支强壮 纪律严明的军队 在这个过程中 军事训练不仅仅是一种体育活动 更是一种对战争 哲学和道德的灌输 斯巴达的军队 以其出色的战术和无与伦比的军事纪律 而匪生古今 斯巴达士兵通常以步兵为主 而他们的战术 以紧密编组的方阵为特色 以稳定的战线和强大的冲击力 在古代希腊战争中屡次获胜 在斯巴达的社会中 女性同样被鼓励培养起托 并在军事方面接受一定的训练 以确保强大的后代 这种军事文化的渗透 使得斯巴达在古代希腊城邦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战争之国 总的来说 斯巴达以其勇武传统 和对军事的极致追求 而在古代希腊文明中占有特殊地位 其独特的社会结构 对战争的高度重视 以及出色的军事纪律 使得斯巴达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希腊神话 希腊文明中那些神秘而富有想象力的神话故事 这一体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林匹斯众神、英雄 如阿克流斯和奥德修斯等故事 充斥着希腊文学和艺术 为后来的西方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 希腊神话是古代希腊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 它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神圣的神奇体系 这些神奇以奥林匹斯山为中心 统治着整个宇宙 这些众神如宙斯、赫拉、雅典娜、阿波罗等 拥有超防的力量和人性的情感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更是对人性、道德和命运的探讨 奥林匹斯众神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宙斯作为主神统治着天堂 而与他们的争斗、爱恨情仇 则为神话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 这些神话故事被传送于希腊文学中 如河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以及赫西俄德的神仆等 为后来的文学传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除了众神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 英雄如阿克流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等 以其勇敢、智慧和崇高的品质成为神话传世中的杰出人物 阿克流斯的英雄和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 在古代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激励着古希腊人 也为后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这些神话不仅在文学上有所体现 在古希腊的艺术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雕塑、陶艺、绘画等艺术形式中 都能见到众神和英雄的形象 他们的神秘、神奇的特质 被艺术家们深刻地表现出来 希腊神话的影响不仅限于古代 它在中世纪、文艺复兴 以及后来的文学、艺术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于现代西方文明而言 这些神话故事成为了对人性、道德和生命的深刻思考的起点 总的来说 希腊神话为希腊文明注入了无穷的生机和创造力 它不仅在古代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更为后来的西方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雕塑与建筑 也就是在艺术上的采烂 希腊艺术在雕塑和建筑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古典时期的雕塑作品 如米洛的维纳斯和帕台农神庙的独特结构 都展示了希腊艺术家对人体比例和建筑美学的精湛掌握 接下来是亚历山大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 希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经历的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开创了亚历山大帝国 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交往 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代 见证了希腊和东方文化元素的融合 公元前四世纪 亚历山大大帝崭露头角 它在短短的几年内征服了一个广袤的帝国 跨足欧洲、亚洲和非洲 这一庞大的征服势力被称为亚历山大帝国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导致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深刻交流 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征服的过程中 与波斯、印度、埃及等东方文明发生接触 将希腊文化带到这些地区 并在返回的过程中带回了东方文化元素 在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帝国内的文化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希腊的哲学、艺术、建筑和科学 与东方的宗教、文学、艺术相互交融 这一时期的文化融合 为后来的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合成 在艺术领域 希腊和东方的艺术元素相互渗透 形成了独特而富有创意的风格 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中 可以看到希腊和波斯、埃及等文化的交汇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艺风格 在哲学领域 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与东方的宗教哲学相互交流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 与印度的瑜伽哲学产生了一些相似之处 形成了东西方哲学的交汇点 宗教方面也有深刻的交流 希腊神话与东方的宗教信仰相互影响 亚历山大的征服促成了神话中的神奇 英雄在东方传播 形成了跨文化的宗教合成 亚里山大大帝去世后 它的帝国分裂成多个后继王国 但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影响却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持续扩散 这一时期为后来的罗马文明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影响了东方文明 成为世界历史上一段重要篇章 总的来说 希腊与东方的交往在亚里山大大帝的征服下达到了高峰 希腊化时代见证了希腊和东方文明的独特融合 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 希腊文明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希腊文明的传承特别是罗马帝国 是如何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传统 并将希腊哲学、艺术和政治理念传承至罗马时代 希腊文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时代和地域 成为了后来世界文明的奠基石 罗马帝国作为古代西方最辉煌的帝国之一 深受希腊文明的启发和影响 首先 希腊文明的哲学思想在罗马得到了广泛传承 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伯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思想 对罗马学者和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马精英阶层积极学习和翻译希腊哲学著作 将其融入罗马的文化和教育体系中 这种哲学传承对罗马的法律、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形成了罗马独特的法治和行政体系 其次 希腊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也在罗马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罗马人在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受到希腊艺术的启发 但在发展过程中赋予了自己的特色 罗马建筑中的圆形剧场、浴场、凯旋门等元素 都可以追溯到希腊的建筑传统 但罗马人通过巧妙的改进和创新 使其更适应罗马帝国的庞大规模和独特需要 此外 希腊政治理念也对罗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希腊的城邦制度和民主思想 为罗马政治体系提供了参考 罗马在继承希腊政治理念的同时 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和发展 形成了独特而稳定的政治结构 为罗马帝国的常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 希腊文明的传承对罗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文化传承并非简单的模仿 而是在吸收希腊文明精华的基础上 通过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罗马独特的文化面貌 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是世界文明史上一段辉煌而精彩的篇章 对后来的欧洲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罗马帝国的崩溃 希腊文明的辉煌时期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逐渐消失的 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 希腊城邦也经历了衰落 希腊文明的辉煌时期画上了句号 希腊文明的辉煌时代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雅典的民主实践到斯巴达的勇武传统 从神话的奇幻世界到艺术的灿烂辉煌 希腊文明的遗产在时间的长河中郁郁生辉 然而这段辉煌的历史在罗马帝国的兴衰中渐行渐远 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复杂多样 包括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经济衰退等多个方面 在这一过程中 罗马的扩张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思想 但也对希腊文明的传承带来了挑战 罗马在吸收希腊文化的同时 也在其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形成了罗马、希腊混合文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渐崩溃 希腊城邦也经历了衰落 希腊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罗马帝国的传统下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邦的自治权逐渐丧失 此外 罗马帝国内部的不安定局势也波及到了希腊 导致社会动荡和文明传承的中断 希腊文明的辉煌时期画上了句号 但其遗产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被遗忘 希腊的哲学、艺术和政治理念 通过罗马文化的传承继续发光发热 尽管希腊城邦的权力消失 但希腊文明的影响在欧洲和整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成为后来文明发展的基石 在文明的衰落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也见证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希腊文明虽然在帝国的解体中经历了辉煌时期的结束 但其灿烂的文化遗产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文明 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这些文明在农业、城市化、政治组织、科学、文化、文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 我们对这些文明的了解主要来自考古学和古代文献 仍有很多未解之谜 对于上古文明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社会的演变和文明的起源 好了 上古文明这四期我们就读完了 从梅索布达米亚到埃及 然后从埃及文明再到印度河谷文明 然后再到今天的希腊文明 这四期我们就读完了 如果你有更深刻的了解或者是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你有想喜欢听的书啊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琳达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探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